意识形态的问题 意识形态 那么照道理大陆愿意提供的疫苗 那台湾应该治了很心难接受嘛 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关系 那你既然缺了 那提供给你心难接受 可是不是他呢 意识形态觉得我接受你太没面子了 过去一直讲你的疫苗不合格啊什么 但是人家现在世界认证的 而且排名在最前面的 所以现在的疫苗又缺 那么疫情又失控 所以一般民众的抱怨就开始出现 这个对民进党的是有影响的 我来的时候就特别说清楚了 到上海打疫苗 所以当然是有规划 但是呢这个规划就跟一般的人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特别 所以我来这里完全按照这边的程序 要满21天做六次检测 然后才决定打疫苗 我很多朋友都在 甚至在网络上 在网络上都问 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啊能不能去啊 身边的有很多人还在问我 我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们完全讲得清楚啊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打 所以我要等打了以后 然后整个过程 然后告诉大家 这边的话其实跟台湾的这个对于防疫的措施上基本的原则都一样 但是这里呢执行的更彻底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大都市 外来人很多 所以上海对于防疫的 那是一点缺口都不能有的 所以我来了以后啊 我就看到不管是在饭店的隔离 或者在居家的隔离 像我现在已经隔离完 所以我才能接受你们的访问 要不然的话门都不能开 所以我到现在 很多人关心我打了没有 我还没有打 请大家去看看 你转发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